這樣的一個決議 那 知道 大概下禮拜一經濟部 拖了這麼久 才正式會跟新政院 上報告他們確定的版本 但是我們有信心 未來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 一定會朝三大方向 第一個 所有之前未經還品的礦產 未來都要做 還品 第二 所有位於原住民保留區的礦產 也都要依照 原住民基本法要有 要行使諮商同意權 第三 所有我們通稱的這些土棒條款 要通通拿掉 那不管 下禮拜一的版本裡面 是不是能夠真的達到這幾個標準 在立法院的審議 我想我跟很多委員 一定會嚴格的把關 讓剛剛所講的三個原則 能夠在未來 這個修法過程裡面 修好修滿 而且也覺得實在是修太久了 那 行政院說有把它放進這個 優先版本 但是我們還是要拜託帶來的 蘇智芬委員 他是這一個會期的招委 要盡快 要盡快把 公園把這個議程 再排出來 那 就算 不管 再來 我們再來部落要不要封路 至少我們今天在行政院 也算是在封路 等這樣的舉動 能夠提起行政院 既然把它當成優先法案 就真的把它優先排進來 那我們趕快可以審好 審滿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高文文 那我們